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先问你第一个问题 你最近这两天好像在网上又火了 卧槽 你怎么知道 就是看很多群里面有一个 那个我推别的视频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今天你就见到了 不是吧 这天真的很郁闷 这个我也是那天过后呢 第二天我就回成都了 因为真的很吓头 这个女的卧槽 这个腿夹着我 还要在我身上磨来磨去 然后呢 最后出了酒吧过后呢 就感觉不认识我一样 知道吧 我问他 他也不说 后面就让他走 那个视频里看到的是我推他 他不上车 我让他一个人走 我说我自己走 他不上车 断章取义 就是他后面 他有一段他没拍 知道吧 那是什么 我把他推上车了后 我把门一关 我自己走了 他没拍 或者他故意 他妈剪辑的 就杭州这个地方 你为什么只待了三天 其实按道理说 应该该七天的 但是呢 有点水土不服吧 就毕竟呢 我是从疫情之前 就19年的12月份 开始就没有自己再把妹子 偶尔去夜场啊 就蹭一蹭别人的妹子 再把Robin啊 阿胜啊 发一些妹子给我 甚至前学员 发妹子给我 所以说呢 其实我都有很久 两年了 没有自己去把妹了 那么今年呢 因为派画院求生 然后呢 自己去把妹 但是又因为 他要恋爱 对吧 每次把妹到关键时候 就被他妈从中作梗 知道吧 就在夜场被抓 抓回去也好 然后呢 跑去 女的突然发现了也好 或者说怎么样 就一直没有成功 就因为谈恋爱了 我也觉得 没成功 也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现在分手了过后呢 就是第一次就放飞自我 有可能是太过于憋太久了 有点用力过猛 是吧 就是太急了 就觉得我操 就感觉 就像Robin他说的 就像那种 饿久了 放出来那种 看到食物到处都想吃 那种感觉 我有这种感觉 就很像是 这个 在里面三十七天出来 一天早上要吃十个包子的感觉 就是对于我来说 其实 这么多年来 做了很多事情 我还是发现 我不太适合谈恋爱 就是 我的心也不定 我的身体呢 也没法去安定 所以说 这一次谈恋爱 原本是觉得要好好谈恋爱 怎么样的 到后面还是觉得 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 所以我可能觉得 我的年龄还没有到 就是要需要安定的那一步吧 就五天的兴趣呢 还不是在 专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 或者说 跟一个女生去共同营造一个未来 我的兴趣还是在 跟不同的女生相处 聊这个聊那个 而且呢 在视频里面 他没有拍出来 就其实在现场 朋友都会发现 就是我经常去撩一个女生 我撩到他了 或者说他反应比较好的过能 我又去撩其他的女生去了 就是 我有点想那种 看 只为嘴里吃一个 筷子夹一个 还要看着锅里的一个 就说 对于我来说 就是这种 单一的去追一个女生来说 好像是不太能够满足 就是我的 需求的 我老是每次去到夜场 我到一个人去撩一堆 我才快乐 就我的快乐建立在了 就是去吸引一对妹子 让这些女生都喜欢我 让 让 我觉得这个 今天这些女生都可以跟我走 我来选择 我来选带谁走 就开始 兴趣有点像这样的发展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的很多的情况呢 又需要男生专一 对吧 好好谈个恋爱 这次去杭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 杭州女生呢 他比较希望你跟他用心思画心思 然后呢 很长一点的接触 那么长一点接触过后呢 他是想要走恋爱那方面的路的 所以说呢 其实就是在夜场去认识杭州这样的女生呢 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你要来快乐生活的一个好去处 所以说呢 对 你也看到了这个杭州这些女生 在这个夜店里面对我又抱又老 甚至在我身上做这些莫名其妙的动作 但是出来夜场过后呢 他仍然要回家 可能就是这个城市的特别属性吧 可能也是当今的后疫情时代的这些女生 他们的一个社交属性 因为我问了我其他朋友 很多人都反映 疫情过后女生变了 就感觉好像对男人的要求变多了 但是呢 他的这种要求呢 又不是在物质上的 或者说在其他方面的 他对着人要求 要求男人更花心思 就相当于是要求你更舔他 对吧 但是呢 舔了过后呢 他也是愿意跟你谈恋爱的 而那种出来玩的 好像大家看对眼就可以愉快玩耍女生 在杭州就是江泽一带可能比较少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你觉得你这也是杭州吧 你是在找寻自我的价值还是在把妹 就是也是在把妹 也是在通过就是这样的 就我们这行其实蛮奇怪的 就是我必须自己亲自去把妹 我才能够了解这个女生到底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如果直接去问女生 女生是不会给你实话的 比如说他想要男生舔一点 他不可能直接告诉你 只有你再真的在把他 跟他正式相处的时候 他的行为才会告诉你 他类型真实的想法 所以说一个是把妹 第二个是我更想知道 现在这些年轻的00后 98后 他是怎么想的 所以说我一定是 同生在这个把妹里面去的 而且我这时候的把妹 基本上是算是火力全开了 就是我在夜场里面我失败了 我会下楼去搭讪 下楼去搭讪失败了 我会去海底捞搭讪 去海底捞搭讪失败了 我又去到海底捞楼下搭讪 所以说呢 就只要有女孩子在 我就想要去认识她们 跟她们相处 有可能我已经后缀了 但是呢 我的心还是想要认识 那多少女生 我想搞明白 这些女生到底怎么想的 但是呢 都很失败 就是就很失败 那么当然失败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自己输于 自己的管理吧 第一个呢 就是因为没有选择 可能心态就比较急 当然了 这个也是 就是没办法去 用什么技巧啊 或者说用什么心性来修正的 你饿了很久 你看到食物 你他妈就是两眼放光 这个是人类的本性 你不要说 我他妈的 我心气还平和 我他妈的 这个给自己服用一些药丸 就可以了 其实没有用的 就你一定要让自己 时刻半饱状态 你看到这些女生 你才不会 这个这么的急 第一个呢 就是比较急 第二个呢 还是形象出了问题 所以说你看 我回来这两天 我一直在节食 在健身 因为江浙户这个地方 这些女生 她们喜欢那种 瘦瘦高高的那种 对吧 他像什么 自膨胀肌肉男 像罗宾啊 我这种胖男生 女孩子不喜欢 所以说呢 我觉得江浙户 她那一代 应该是中国 女孩审美的 一个前沿地段 就是说她会慢慢蔓延 这种审美会慢慢蔓延 就那种大肚男 中年男子 她不再吃虾 那么现在的女孩 一个选择小哥哥 可以胜手 帅帅帅 穿衣服好看的女孩 其实呢 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审美观 无论是男女 都是以瘦为美 女生拼命地去瘦 啊 搞一样的腿 穿个半截袜 穿个白着裙 啊 你去网上看一下 这些男的老色批们 就趋之若鹜 同样的 女人对男人的这个审美 也是以瘦为美 就是我没有看到 哪些人 还是女人喜欢胖子 啊 喜欢胖子的人越来越少 因为原来 呃 女生的经济不富裕 男生胖 代表着他可能 他妈的他 食物储存的比较多 给女人的感觉就是 他这个男生比较富裕 那现在 女人 她不太在意 经济问题的时候呢 她就对这种胖 就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感觉 就代表着油腻 代表着不自律 代表着他妈的堕落 所以说呢 现在女生她的审美变成了悬 瘦瘦高高的 比较自律的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问题 我就是不自律啊 对啊 这个也是放纵了自己 最近两个月 胖了死金 那么我自己在看我的视频的时候 我就有个感觉 什么感觉呢 就是既然我们去把 我也不愿意花钱 我也没有什么豪车豪宅 把名牌包包送给你 那么我们好歹 我做一个男人和女生 我把个漂亮女生 我们在夜场 这个画面看起来应该是核心的 应该是匹配的 但是呢 从我们拍出来这个节目 可以看到 女生很漂亮 无论是整容也好 无论是她瘦身也好 无论是她化妆也好 看起来很精致 很美 我看起来非常丑的 就是你整个画面 看在那里就不和谐 所以这个也是 我觉得失败是很有道理 对 你要去把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你的颜值一定要让她保持 不要说一致嘛 不要差太多了 就我定爱一个油腻的男的 光在那边一站 感觉就很傻逼 你知道吧 你再有态度 再有话术 再有技巧 再有套路 什么用呢 别人外人一点 看过来 你俩就不配呀 那妹子自己心里也知道呀 你这个这么胖 这么有没有人把我这么漂亮 我可以选到更好的跟我配的男生 既然都不花钱 为什么我不选一个帅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一次对我的冲击还是很大 那么现在我觉得蓝色时代就快要到来了 原来我们还说在这个宝马车上哭 现在很多女孩子里面出生就是这个宝马的 知道吧 她有啥好哭的 现在的女人的需求是什么呢 在这个帅气的小哥哥下面 这个私心裂肺 宁愿 也不愿在这个由头肥耳中大耳的这个男的旁边这个鼠钱 这个是现在的 今天女孩子 她的一个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